好,大家好,这里是零度解说 今天我们主要来说一下 电脑上的C盘爆满了该怎么办 如何做到深度清理的同时 又能避免误伤中文的文件 现在我去电脑上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吧 好,现在我已经拿到我的电脑上了 首先我们打开桌面上的纸电脑 然后打开本地磁盘,C盘 进入C盘以后 像这个TEMPO文件夹 它主要是用来存放这个临时文件的 所以你可以放心删除 接着重点看一下这个下载目录 如果你平时下载很多的资料 但是忘记清理的话 那么这个文件夹会越来越大 如果是不需要的东西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直接删除掉 这样可以帮你推出很多的空间 还有这个Provlogs这个文件夹 它主要是缓存系统日子的 所以同样我们可以给它删除掉 接下来我们可以对整个磁盘进行深度清理 我们鼠标右键C盘 然后打开里面的属性 接着点击磁盘清理 打开以后 我们点击清理系统文件 这个主要是系统升级以后 留下来的更新包 这个文件还是比较大的 将近有9个G左右 勾选它以后 接着我们勾选下面的回收账 我的回收账里 将近有50多G的垃圾文件 勾选以后 我们点击确定 然后点击删除文件 这个删除过程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好 大家过了两分钟左右 它现在已经删除完成了 接着我们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为了进一步清理磁盘 我们还可以把C盘里的 几乎用不到的程序 给它们卸载掉 卸载软件 我推荐大家使用这款 极客卸载 它是目前最好用 也是最干净的卸载工具 官方的下载地址 我已经贴了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 打开这款程序以后 让这里面找到你自己 平时几乎不用的程序 选择以后 然后锁标右键 点击卸载就可以了 卸载以后 它还会帮你清理 残留的注册表拉击文件 如果遇到无法卸载的 流氓软件的话 那么可以直接选择 强制删除就可以 非常的好用 接着我们点击顶部的 查看选项 打开里面的 Windows Store App 这里面都是通过 Windows用商店下载的程序 在常规的控制面板里 你是找不到卸载的按钮的 但是通过这款 极客卸载工具 就可以大大方方的 卸载掉不常用的程序 选择以后 直接卸载掉就可以 因为很多平时 几乎用到的程序 它会占用大量的C盘空间 完成这一步以后 我们还可以进行 进一步的清理 我们在桌面上 鼠标右键 个性化 进入到设置中心 然后点击左侧的这个系统 直接打开右侧的 传组选项 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非常轻易地看到 单前C盘的传组情况 点击下面这个 显示更多类别 我们就可以看到单前 更详细地使用情况 清理建议这里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进行勾选上处清理掉 如果你觉得 每次通过手动清理 比较麻烦的话 那么还可以直接打开 这个存储感受功能 它可以帮你 自动释放空间 上次我用的临时文件等等 当然你还可以在这个 高级存储设置这里 打开去中心的优化功能 在这上面 设置一个 自动优化的频率就可以了 这样不仅可以释放出 更多的磁盘空间 还可以让你的电脑 更高效的运行